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三者分开 而且 在这三者之中 只有军事这个强有力的后盾打扎实了 才有可能保障政治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否则 一旦国家发生了战事 那么经济就有可能一夜就被敌军摧毁的无影无踪了 下面 就让星星给大家说一下自天地开平以来发生的一些战役 以及与真是有关的故事吧 舰载机是现代大型舰艇编队 形成战机的核心与关键 美国航母形成战力主要靠的就是其舰载机和其他配套的舰船 英法等拥有航母的国家也非常重视舰载机研制工作 并且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 如今美国的F3已经具备舰载机功能 成为世界上首款隐身舰载机 美国以为能保持相对长久的舰载机垄断 可是美国错了 因为中国的也来了 近期中国官媒透露了 中国隐身舰载机研制的相关画面 特谓是振奋人心 F3-1北约大号歼31国内编号战斗机 是省飞集团与21世纪初研制的高性能多用途战斗机 其采落双发 单作固定鞋船 无牙翼 DSR-7道 其主要作为中国海军在新世纪初的舰载战斗机 重点看法中型舰载机 最大起飞重量约25度 采用传统布局 动力采用成熟可靠的额制第233改进行 作为歼31初始阶段实验型的动力 后期将搭配我国黎明动力研究所研制的新型发动机 2014年11月11日至16日 歼31时机 首次两地实践中国驻海航展 歼31前轮是双轮设计 为舰载机的典型特征 便于降落在相对狭小 又处于运动中的航母跑道上 随着中国海军塔射型航母的日益领进 将有可能实现四代机舰载机上舰 军事专家介绍歼31战机的体型小 在航母有限的空间内 可以多搭的几架 从而以数量上的优势 或许试用上的优势 杜文龙认为无论是肩负20或是肩31上舰 维护的是国家利益和领海安全 我们通过肩15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 今后通过肩20 肩31解决好不好 强不强的问题 通过杜文龙的判断 肩31上舰根本不是问题 经过改进之后的肩313.0版本 双轮起落架 而且支柱较粗 这种起落架通常用于舰在战斗机上 用来缓解在航母上着陆时的压力 完全具备了舰载机的能力 目前舰载机滑坠起飞 弹射起飞 包括蓝足足的 都进行了大量改进 这些都是肩15战机上改进而来 对于肩31的顺利着舰都有大量的帮助 虽然肩31的作战能力比起肩20有一定的差距 但肩31的体积 却远比肩20小很多 在体积上小了30% 重量少类似 这意味着在同等面积的情况下 肩31的装备数量 可以比肩20多出30%左右 所以肩31更适合做舰载机 您法看到中国隐身舰载机 颜值速度惊人 并且很快就有着舰准备的可能时 确实感叹很多 英国媒体指出 英国航母刚刚建成 可是由于经费等原因 英国全新航母竟然面临配套舰挺不足 新型舰载机 研发不利等问题 相对于中国 英航母就相当于裸奔 法国媒体指出 法国航母建设 虽然近年来也有大的突破 可是此生配套建设也十分不利 舰载机建设也是一直停滞不前 法国希望拥有自己的五台隐身舰载机 可是近些年的建设毫无作文 如今中国舰31舰载机画面披露 相当于告诉世界 中国的隐身舰载机计划推进十分顺利 并且不久之后 就有可能出现惊喜 随之间31战机建设版的亮相 也许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见到公开的结果 电视将增强中国海军航母的整体战斗力 要感觉自己真的落伍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了这些有名的战役 以及在军事上顶 顶有名的大人物以后 心中有什么想法呢 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太奇妙了 这些人物在军事上的作用也太厉害了 他们的一举一动 足足能够断写历史呢 看完这些以后 相信大家都要见证到军事的厉害了吧 雄厚的军事实力 能够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心语衰呀 能够决定一个民族的存亡 能够改变天地 所以 星星觉得 一个国家首先就必须要登抢自己的军事实力 这样子才可以有底气和其他国家较量呀 才能够在全世界上自信的抬起头来做人做